恒大老许的处罚 因为涉嫌财务造假 所以禁止终身进入金融市场 以后炒股你都没有办法了 并且个人的处罚高达4700万 不知道4700万对于老许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反正我们知道的是老许还有两万个亿了 要还了 恒大集团呢是被处罚于41点多亿 估计这个也就告一段落了 但是对于成千上万的购房者来说 他们并没有什么影响 也带不来心理的安危 也带不来实际的行动 望着那一堆钢筋水泥 甚至一堆土只能是感叹 谁让我们是老百姓呢 没有办法 对于这样的处罚 估计是已经基本上画上一个句号 但是我们成千上万的家庭 尤其是三代积攒的那一点钱 买了他们房子而且烂尾的 这部分人是最惨的 三代人的努力啊 最后努力到一个土堆 咱们还是期待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处理的圆满一点 当然这只是针对恒大的一个公司 还有老许的个人的这个处罚 但是房产它属于民生工程 我觉得咱们的国家应该后续的处理办法应该会出来 毕竟这牵扯到很多的家庭 咱们还是一起等待最终的结果吧 也许4700万对于老许来说 九牛一毛 也许41亿对于欠债 2万亿的恒大集团来说 也是九牛一毛 但是我们老百姓 只能寄希望于咱们的 国家 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咱们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 没有点关注的 给老王点个关注 感谢你们 再见